他用一只圆珠笔画了一幅藏娃,发到微博后第二天醒来一看微博一软炸,那藏娃一夜间成名作圆珠笔,有这么神奇吗?不对是这位作者太厉害了两元弦的语言,珠笔在90后小伙子手里,仿佛神来之笔插画师,微博名叫atrcme. Jeross的真名都诞生于1992年,从小喜欢学习美术帅气的外表加山楂,使得作画工地以来众多网友,我要给你中猴子一年前,小美君一窍咪咪的关注过他因为当时他作品,没有吸引到我偶然间微博,朋友圈被一幅藏娃给轰炸,那几千条评论,上万次转发一夜之间,粉丝有几百人增长,到四万分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, 喜欢圆珠笔画当时简直太惊喜了这幅藏娃,耗时三百多个小时鲜赏综画过程,数十只圆珠笔画到胳膊酸痛,手握不仅笔杆藏娃帽子上的白毛必须一根根处,留了两天时间藏娃,完全是针油画般的写实作品,是他至今为止用时最长的一幅圆珠笔画画中藏娃通红,有黑的脸但清澈透亮的眼神, 主动人心嫌作品,受到粉丝强烈追捧震惊之余,也总有人疑问,是照片打印出来的吧,不做过多解释周大在微博上时不释放出自己画画时的视频与对比图,还要分享不周之一,不能让周大温馨,他将更多精力,投在创作上,在孤独与希望中守候, 这自己的梦想用作品,证明实力的他后来发现这位帅小伙真的越来越有意思,这就不得不让小美军拔出他会画历程小时候,大多数孩子都喜欢用圆珠笔,并且喜欢在墙上或者草稿纸乱图乱画,不同的是周丹妈,妈很支持他,我妈说我画得像,我就天天怪他说,我性子比较也父母都由着我的性子乱画别人喜欢看书,我喜欢画画所以, 从小到大,我就是泡在画里长大的上高中后,他无心上学但是画画,成了他的指引之路,还成了美术特长生开始系统的学习绘画,由于当时家庭比较艰苦,当时自己没有抱会画培训班所以,自己只能琢磨要比别人付出更多,他用的都是两块钱的圆珠笔对,没错就是平常外面小商铺,买得两人一见从那以后, 他开始用圆珠笔作画便一发不可收作画方法,先通过淋摸,然后写生,画照片并渐渐加入自己的处理圆珠笔颜色单一,想要达到真实的效果的反复长四叠,加颜色出错了不能涂改,还有楼油之类的问题,所以画成,是常有的事但他不气内衣服服,接着画下去,能连续画生几天 直到自己完全满意着说,让人心寒的小手一夜间,让周丹粉丝飙涨,到四十四万很多知名的广告商业找上门来甚至,出版社,也邀请他出书但周丹一一回绝他认为,自己现在还是要积淀 最近他又出了许多精彩新作,来看看谁采笔舞系列这种彩色笔,相信大家都很眼熟,一块钱的彩色笔,他可以画出谁采斑的效果真的是,击法有了,用什么笔画,张张,都是经典圆珠笔都去搞怪,系列红荒少女复原会得了铜牌,啊,啊啊啊啊,跑小的孙娘小虎牙,露出给造谣这一个漂亮反击大魔王将近科技握拳头, 赤眼轻松终于赢了,可以回去补决,除了圆珠笔他的彩签也是很细致下细腻的笔触,色彩阴影效果也是分泌真净准的还原了人物的神韵,不亚于油画的质感,经验了所有人小白甜,唐烟周丹粉丝泰坦的课号,周辽妹高手的向李兹作画过程,一大波细腻的彩签肖像,微博粉丝又猛增到了七十多万如今,周丹也在家里面, 他相开有自己的工作室,在微博上也经常跟粉丝互动交流回话计划大家一起学习,交流,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来得住近没守的聊出心安安静静话无止境,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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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